学校院检这边为您掌握有关于金华城的最新消息 而就在刚刚发生了一件插曲 也就是同样身为被告遭到生压的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他在院检的时候就跟院方表示说自己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已经有吃药了 但是吃了药还是没有好卷 甚至出现好几次喘气以及呕吐的状况 那院方这边是帮他叫了救护车 医护人员到场之后经过评估 认为彭震生是有送医的必要的 所以就将他借护送医 12点06分的时候叫救护车 大约到12点15分的时候救护车就抵达了 到了12点39分他就已经离开法院送到医院了 那对于彭震生送医到底对积押停的时间会不会有影响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经过检方申请限制月券 开了月券停之后 现在整个流程时间都拉得非常长 那现在院方也说了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 会针对金华城案召开积押停 不过当时的说法是还没有办法确定 到底是彭震生先还是柯文哲先 那现在彭震生已经借护送医了 如果他在开庭前还没有回到法院的话 恐怕就会先审理柯文哲 而除了这个彭震生身体不舒服之外 在北检场外生源的小草门也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状况 因为今天台北市的体感温度高达35到37度 有民众尽管是撑着阳伞戴着这个帽子还是耐不住高温 已经有点全身贪软了 那现在其他的小草门在旁边为他扇风 让他喝一点水 那由于这个警方已经经过第一次的举牌 警告小草门这边是禁止集会游行的 目前警方也已经加派了陆续加派警力在周遭进行管制 因为现在开庭的时间出炉了 就怕小草门越集结越多 所以现在气氛也是相对的比较紧张的 那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